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中科院的内部重大改组 这次改组不仅凸显了前沿科学与基础研究局的重要角色 还承载了习近平的战略雄心 接着我们会谈到上海官场的震荡 短短15天内15名官员被密集清洗 将绵恒公开叫板习近平要求新力量领导 最后我们将探讨印尼国防部长普拉伯沃的外交理念 他在香格里拉对话中表示 印尼已准备派遣违和部队到加沙地带 并计划撤离和治疗1000名巴勒斯坦受伤难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日华尔街报道 中科院内部正经历重大改组 前沿科学与基础研究局的角色愈发凸显 这次改组不仅是为了提升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更是为了响应习近平的战略雄心 推动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 此次人士任免的曝光显示出 中科院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 旨在加强前沿科学与基础研究的力量 确保中国在未来的科技发展中不被落下 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是对科研人员的激励 也是对整个科研体系的重塑 意在打造一个更加高效创新的科研环境 明镜新闻台报道上海官场正在经历一场密集的清洗行动 短短15天内已有15名官员被打落马 这一行动背后有传闻称是江绵恒公开叫板习近平 呼吁让新生力量领导 与此同时中国汽车行业也因价格占陷入内卷 吉利汽车董事长李舒福在重庆论坛上怒骂行业乱想 称这种竞争只会导致偷工减料 而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则乐观地表示 有人矿资源真是幸福 这些事件反映出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和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复杂性不断增加 联合早报报道 印度尼西亚现任国防部长 后任总统普拉伯沃 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了重要演讲 阐述了印尼的外交理念 他表示 印尼已准备派遣违和部队到加沙地带 并计划撤离和治疗1000名巴勒斯坦受伤难民 普拉伯沃的外交政策强调自由独立 他仰慕中国在中央集权下取得的成就 并希望效法这种模式 在去年的印尼总统竞选演讲中 他就已提到接受巴勒斯坦难民的计划 并得到总统佐科的支持 普拉伯沃的演讲不仅面向国内 也吸引了众多外国使节 显示出他希望通过这种外交策略 提升印尼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联合早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表示 美国不寻求台湾独立 但如果中国大陆试图片面改变现状 华盛顿不排除动用武力保护台湾 这是拜登自2021年就任总统以来 第五次提及不排除动武保护台湾 尽管有台湾学者分析 拜登在访谈中为承诺 一定动用武力保护台湾 还要是事发当时台海情况而定 仍维持战略模糊策略 但这也确实是自1979年 美国与台湾断交以来 美国总统首次如此明确表达立场 考虑到当前中美关系 可以认为台湾作为关键的一环 已经嵌入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 虽然美国是全球大国 但毕竟资源和精力有限 美国的国家战略往往只能集中于某些地区 正如当下 虽然美国一直在强调印太地区的重要性 但在通过的相关法案中 资源主要集中投放在处于冲突中的乌克兰和以色列 美国最早的重返亚洲战略转移 是在前总统小布什上任初期 鉴于中国的迅速崛起 以及亚洲的重要性 小布什上任初期 便试图推进落实这一战略重心转型 但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小布什的战略重心 美国重点关注中东和反恐战争 中央社报道 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资讯 今天45分发生瑞士规模4.1地震 地震深度8.9公里 镇阳位在宜兰县政府南方36.8公里 位在宜兰县近海 最大阵度宜兰县四级 明报专讯 台国防部长顾立雄上周五表示 美国对台出售3亿美元的F-16战斗机零件 是维护必需品 正积极与民间筹划无人机防御系统 并寻求岛内外成熟技术 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前司令鲁德 上月曾建议台湾借鉴俄乌战争 发展无人机作战 顾立雄表示 无人机自主产能非常重要 会在研发和生产持续努力 涉及人工智能 敌我辨识等部分 将寻求岛内外成熟技术支持 顾立雄早前透露 台国防部将成立 类似美军DIU Defense Innovation Unit 国防创新小组的新单位 目的在于强化官民研发单位的整合 未来着重新型无人机 水面无人艇的发展 有关第一机的定义 顾立雄表示 国防部只有自卫权 会是威胁程度行使相应的自卫权力 有完整的相关突发情况处置规定 但细节不宜对外公开 明报 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近日在新加坡举行的 部长级会议上 达成了三项协议 并宣布将在该地区 进行230亿美元的 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称 IPEF的愿景已成现实 尽管中国被排除在外 华府智库研究员认为 框架抗衡中国 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能力有限 但这是美国重新成为印太地区 主要发展参与者的正确一步 IPEF 由美国总统拜登在2021年 东亚峰会提出 旨在填补 美国在2017年退出 垮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 TPP 后的空缺 涵盖贸易推广 数字经济及科技标准 供应链韧性 减碳集结净能源 基础建设 劳动标准等一体 明报 2024年第16届海峡论坛 即将在福建厦门揭幕 台湾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 希望通过参加海峡论坛 促进台海和平 尽管陆委会称 海峡论坛为中共统战平台 不乐见地方政府人员参加 张立善仍认为 通过对话交流 可以化解两岸矛盾 促进互惠互利 共存共荣 他指出 两岸近期紧张局势 冲击台湾渔农 观光等传统产业 台湾主流民意 是希望两岸和平 避免战争 陆委会重申 政府支持 不预设任何政治前提 健康有序的两岸交流 但反对 利用交流民意包装 统战宣传 与政治操作 明报 2024年 全国高考进入第三天 多地高考 迎来收官 北京 山东 浙江等地 今天结束所有科目考试 考生将进入成绩查询 及志愿填报阶段 各省份陆续公布高考成绩 查询时间 预计本月25日左右公布 内地公安提醒考生 及其家长 提高防范意识 注意识别包括提前查分骗局 特殊渠道入学骗局等招生诈骗伎 高考后的招生录取期间 或出现谋取钱财等为目的的诈骗行为 考生和家长需保持警惕 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明报 端午前夕 湖北和重庆两地的龙洲活动 接连发生侧翻事故 导致多人落水 造成四人死亡 湖北黄梅县的一次民间华龙船活动中 一条龙船侧翻 57岁的阳性男伤者 抢救无效死亡 重庆秀山县的龙洲训练中 也发生侧翻事故 一人死亡 两人失联 后被打捞上岸 已无生命体征 秀山县政府取消了此次龙洲邀请赛 并将加强对民间龙洲活动的管理和安全措施 端午节期间 全国铁路运输也迎来高峰 预计发送旅客1260万人次 明报 经过两个多月的隔离检疫和适应期后 从韩国归国的大熊猫福宝将在近日与公众见面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通报称 一位名为小猪接熊猫的主播 应长期在隔离检疫区进行直播 干扰基地管理 被终身禁止参观熊猫中心各基地 另有三名游客 应在卧龙神树坪基地发生肢体冲突 也被列入终身禁止名单 福宝的适应情况良好 即将搬入新居 公众对其亮相充满期待 明报 端午节期间 央视曝光了福建厦门鼓浪雨的载客一条龙现象 引发广泛关注 厦门市政府迅速成立专项整治联合工作组 对涉事商家进行停业整顿 严肃处理违法行为 央视记者揭发低势司机 诱导游客购买高价套票 珍珠店冒充海水珍珠等问题 以形成产业链 厦门市表示将加强对旅游市场的监管 强化联合执法对重点区域和行业进行拉网式排查 确保旅游环境的整治和改善 明报 端午假期期间 中国南方地区持续降雨 而北方则迎来酷热高温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 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 内蒙古西部 新疆沿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 河北中南部 北京天津西部和南部 山东河南安徽北部 江苏北部等地 白天温度普遍在35摄氏度至36摄氏度之间 其中一些地区的最高气温 甚至达到39摄氏度至42摄氏度 预计今至周四 13日 为高温最强时段 特别是河北 河南 山东 陕西 新疆部分地区 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至42摄氏度 让人们在端午假期感受到炙热的吓人 明报 中欧贸易关系近期趋于紧张 欧盟计划下月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关税 土耳其也紧随其后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率团 在欧洲多国召开中资企业座谈会 倡导合作共赢和良性竞争 王文涛在葡萄牙里斯本表示 真正的公平竞争是通过自身努力 而不是半岛对手 他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调研齐瑞埃布罗 合资工厂时强调 中欧之间既有竞争更有合作 希望欧方摒弃贸易保护主义 回到对话合作的正确道路上 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反对因与外国竞争 而封闭欧洲汽车市场 认为加征关税 无法保护欧洲相关产业发展 只会商吉德企和德国经济 明报 中国与菲律宾继续 就飞船上月中旬对坐摊军舰的补给任务 互相指责 内地媒体援引中国海警拍摄片段称 飞船尚未见受伤人员 且出现美国机游 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 斥责北京要求飞海警船通行仁爱交事前通知荒唐无计 阿诺称 中国海警5月19日 对菲律宾撤离一名生病士兵的任务 采取攻击行动 称其野蛮 不人道 违反国际海事法 并侵犯基本人权 他强调 菲律宾不会被外国干预或恐吓 并对两国对话及和平谈判 持开放态度 但谈判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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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